歡迎繼續收看上階關心電影的南島新聞 民間鄉一間做橡膠補胎片的工場 這兩年開始專行 從今年五月開始跟教工科技大學 組織科技學進行三學合作 希望找到跟研究所的修身交流和討論 希望將公司的股系統駐了做進行 運用大數級分析來提升公司的英文效路 雙方合作不僅是由團統產業變成雙方的創新 也提升核心的事物經驗 那上次我說採購日期就是準備 這邊已經有把公司帶進來 運用大數據分析 將公司和系統的相關資料進合作會 未來在早孫和這些管理資料 甚至是貼下各種文件事 都可以進行家主動化 在學校的話可能就是走學到一些理論 然後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到產業 然後實際幫他們實作一些 比如說像生產日報表這些東西 這個是在學校裡面絕對碰不到的 那所以很感謝說可以跟育仁有這個機會合作 然後也讓我們的同學可以 設計出來的東西是真的實際符合公司需求的 很感謝跟育仁工業有一個產學合作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從事大數據的分析 那把公司的整個的所有的 舊的系統的一些相關資料 把它整的在一起 透過大數據的六個步驟 做資料收集 所以情質處理資料倉儲 跟未來的一個所有文件的自動化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很感謝育仁工業給我們很多同學 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民間鄉這間做橡膠補胎片的業者 已經是四十年的老品牌了 業者基礎頭過陷 教公國基大學組成國基系 會研究所屬性合作 替他們來部的系統 多集組成華流程 希望可以提升公司運作的效率 像之前的話可能都待在 可能想到寫程式這樣子科技業 然後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傳統產業也會需要資訊的人 那因為這次的合作 所以就可以了解到這一塊 育仁工業已經四十年了 很多的資料確實已經是太老舊 然後裡面的一些流程 也很多是太繁複 跟資訊化的一些流程 我們都還沒有認真去導入 然後我本身也是喬光畢業的 然後剛好有機會認識高教授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產學合作的一個機會 第一也將我們公司 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請一些學生來到我們這邊 來現場作業環境 了解清楚 然後做一次正確性的導入 學生探討求學時期 來到入階實習和考驗 不然可以拿未來集結做好準備 也有相關作品可以拿出頭路來加分 傳統三夾的業者 也就這個機會來做專程 可以說大家最贏的國民 記者 現時常報道 有期待 其實 沒有 我們